1962年为抵御黄沙侵袭 我国建立塞罕坝机械林场 当时36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24岁的建设者 从全国18个省份集结上坝 今年77岁的陈彦贤老人 就是塞罕坝第一代物林人 当时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艰苦 我们喝血水 吃窝头 啃咸菜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心愿 摘活每一棵树 让它成片 最后成为林海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总书记对塞罕坝的建设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肯定 作为塞罕坝人 我们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 变为苍翠连绵的百万亩林海 建厂近60年来 这里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海 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型 一代代塞罕坝人 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 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十四五期间 塞罕坝将聚焦提高森林质量 增强碳汇能力等目标 接续奋斗 好